第二九題,維德將一重量80克重的木塊放在實驗桌面上,根據實驗結果,他會出對此木塊施交外力與摩擦力的變化如附圖所示。 若維德以55克重力推動一原本靜止於桌面的木塊,則木塊與桌面間的摩擦力,其性質與運動狀況為何。 我們曉得,施力必須要超過最大靜摩擦力,東西才會運動,而這個圖上面告訴我,最大靜摩擦力是60克重,所以當我施力55克重的時候,就表示我沒有超過最大靜摩擦力,所以東西並不會運動,那麼就是所謂的靜摩擦力。 而靜摩擦力,考試的學習的重點就是靜摩擦力會等於外力,所以施力55克重不動,靜摩擦力就是55克重,東西就沒有在運動。 所以第二九題問我們說,則木塊與桌面間的摩擦力,其性質與運動狀況為何。 我們答案選的是豬,靜摩擦力55克重不會移動。